其实你很难想象我们在教务的课程里面 也要上这种课 教务博士里面也要上这种课 所以这个不是说只有 好像很 这不是什么世界的世界 其实就是我们也需要学习理财的概念 它这里面有很多 其实刚刚我看的那些细致也包含说 劳退还够用吗 投资跟保险有什么差别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 需要我们一起来认识跟学习的地方来认识 来聆听 每一个专业里面都有一些很好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那通过教会 通过圣经的眼光 我们一起来看 怎么把上帝给我们的财富做一些管理 也是很好的事情 那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继续来分享 其实原本这是要在六月第一周做的分享 但是我临时就换掉了 但是其实异曲同工 其实它的内容跟我那时候要分享的 所以后来他们改成三生有幸 我觉得也很好 但是在这过程里面 我们要一起再来思想万事在上帝的手中 这是记载在传道书里面 九章的一到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念 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 详细考究 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 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 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前面 人不能知道 好 我们先读这一段经文 或翻译 人不能知道 这些会被爱 就是刚才那一句话 可以翻译成人不能知道 这些会被 为什么它就变成照片 它应该要一张一条一条出来 它这么多字出来会有点怪怪的 可以把它换成PPT的模式吗 这些东西会变成 人里面一开始 圣经就告诉我们 这些事情怎么样 人能不能知道 人不能知道 就是说或是爱或是恨 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人不能知道 传道者在告诉我们 你看 人总想知道 因此你会想要算命 补挂 各方面的 你会想要知道 这个人 或者我在工作 或者我在职场上面 我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吧 事实上有时候我们 今天状况比较多一点 好 再回来这里 好 你看 求财神 求桃花 求避祸 对吧 这是我们人都会想要做的 对吧 可是圣经已经告诉我们 人怎么样 不能知道 一切都等在他们面 就只能在我们面前 你知道会有这些事情 可是 我们又不太知道 怎么会发生的 所以圣 怎么又跳掉了 再回来 好 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 我不能往下按了 再一次吗 我不能动了 让他们忙一下好了 各位 所以其实圣经里面 神知道我们人 因为我们是他 上帝所造的 他在我们人心里面 所以我们在创世纪 查经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很想 跟神一样 掌管所有事情 甚至连以后的事 上帝都说 他都知道了 对不对 我们人就想要这样子 但是圣经已经告诉我们 人不能像神这样 我们可以跟神有相似 就是性情与神相似 各方面的与神同行 但是我们不能如同神一样 还是不能动 还是不能动 不晓得为什么 他就是不让我动 好 你刚才就放在这一页 对对对 有了有了 好 所以以传道者指明 许多事情其实 不在人的掌管之内 不在人的掌控之内 所以 但是呢 他也指明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不在人的掌握 但是有没有人掌握 当然不是人 是上帝在掌握 对吧 所以今天其实早上诗歌 诗班在练的那一首诗歌里面 其实也提到了这些事情 他们告诉我们 其实圣经在告诉我们 我们的人的一生里面 有很多事情 我们不能掌握 可是有另外一位至高者 在掌握 在上帝手中 所以呢 一来上帝的旨意是至高无上 我们今天诗歌也是 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有没有 你为他打造专属的人生 所以在我们人生里面 我们也不是偶然 才来到这个地上的 你在这个地方 也不是突然的 也不是偶然的 你能够认识另外一个人 也不是随便认识的 你了解这意思吗 都有上帝的心意的 都有上帝的旨意 你今天坐在这里 也不是你自己想要的 说实在的 上帝有没有看见你 现在坐在这里 在永恒里面 他老早就看见你 这个时候这个点 你会坐在这里 今天你要发生什么事 下一秒我们都还不知道 可是上帝已经都知道了 这是圣经里面在告诉我们 人就是这样子 我们的时空 我们在受限的时空里面 我们有限 但神超越这些时空 所以他可以看到 所有人一生的光景现况 在神的手中 没有什么叫突然的 都是有上帝的心意跟美意 所以你会发现 后来传道的时候 继续讲 凡临到众人的事都一样 义人和恶人遭遇 都遭遇一样的事 好人 洁净的和不洁净的人 先计不先计的也一样 好人怎么样 罪人怎么样 启示的如何 怕启示也如何 在日光之下 所行的一切事上 有一件祸患 就是众人所遭遇的 都是一样 他从负面在谈这些事情 并且世人的心 充满了恶 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 对吧 同意吗 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 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 与一切活人相连的 那人还有指望 因为活着的狗 比死了的狮子更强 我们等一下来谈谈 这一节经文 很有意思 活着的人知道必死 死了的人毫无所知 也不再得赏识 他们的名无人纪念 当然我们现在会纪念 可是过了几代之后 渐渐的就不会了 对吧 很现实的 所以传道者 他真的是在谈人世间的 真的他所看见的 他们的爱 他们的恨 他们的嫉妒 早都消灭了 在日光之下 所行的一切事上 他们永不再有份了 这是真实的 对吧 当你停了地上的一切 在事上的一切 所行的事上 你就不再有份了 那传道者到底在 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看起来很负面 对不对 看起来好像 没什么意义的感觉 可是事实上 传道者 我一开始就说 传道者 他从负面的角度 就是犹太人的文化之一 就是他告诉你 这个部分 可是你要从 另外一个面向 去提问 那到底我要做什么 这一生里面 我到底要怎么面对 我的生命 所以你会发现 第一个 人生的终局 一直都在上帝的手中 可是他要人 把握日光之下一生的年日 所以作者在这里面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 提出了六个比对 第一个比对是 义人和恶人 这是从上帝的眼光看 上帝就看到你是义人 你是恶人 义是因为你信耶稣基督 你称义 对吧 披带基督 你是义人 恶人是拒绝了耶稣 拒绝了福音 在神的眼中 看为恶 或者你以别神 代替耶和华的 愁苦就加真 那是神眼中 看为恶的事 圣经也一直谈 他在神眼中 看为正的 跟神眼中 看为恶的事 好人跟坏人 这是对世人而言 所以你会觉得 我是好人啊 对不对 这是对世人而言 但上帝的眼中 是看义人跟恶人 所以你会发现 诗篇也告诉我们 义人 在恶人的会中 各方面都是看 义人恶人 用这个角度在看 可是人 世人是看好人坏人 你有没有犯法 你是不是良民 你有没有做监犯科 等等 好人坏人 对世人而言 洁净不洁净 是对律法 我们之前在 立位记里面 也谈到了这些 从律法上面来看 什么叫洁净 什么叫不洁净 献祭跟不献祭 是对启示而言 就是上帝为什么要人献祭 为了处理我们生命当中 跟神之间的隔离 我们需要通过献祭来到神面前 那你可以不献 你也可以在节旗里面 你不回到神面前 这是上帝的启示 在这些启示里面 我们学习亲近上帝 我们学习认识上帝的心意 所以献祭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上次 我们在礼拜三的查经里面 也看到人在这过程当中 亚伯该隐等等的这些事情 罪人跟不犯罪的人 是对罪而言 从罪而言 当然其实我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当然也有不犯罪 就是从罪行来讲 这里面也有启示跟不起 是对人的良心而言 所以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提到 人的良心是有的 这些过程里面 让人跟世人有对比 所以你会发现 传道者很厉害 他把这些东西并列下来 但是他很有意思 是告诉我们 传道者说这六种人遭遇的都是 这个遭遇原文就是 也可以当作命运 所有人都有个命运 就是什么 死亡 对吧 人的一生70到80 强壮的可到80 对吧 这里面告诉我们 人的命运就是死亡 人忽然的遭遇 传道者说 这是出于上帝的掌管 其实人生的死亡 也在上帝的手中 各位 这给你什么感觉呢 这是人一个最深的安全感 因为你知道你这一生里面 有一个人掌管我们的生跟死 这是一个最深的安全感 人之所以没有安全感 最没有安全感 是在面对死亡的那个时刻 可是圣经在告诉我们 那一个点 那个时间点 其实都是一个人最深的安全 你知道那个时间点 是上帝在掌管 这有没有给我们最深的安全感 各位 应该是给我们最深的安全感 而且 其实刚才师哥也讲 是生是死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 怎么样 隔绝 所以这是一个给我们最稳定的 因为我们在那个恩典 在那个爱的里面 这是最深刻的安全 没有任何事物 可以帮我们隔离 甚至连死亡这件事情 都没办法 所以各位 圣经谈死亡 真的不是叫人绝望 OK 不是叫人绝望 也不要惧怕这些事情 其实圣经谈死亡 在传道书里面谈最多 约伯记其实也会谈到一些 各位 他是从诗歌智慧书 就谈这件事情 让人来思想 怎么样敬畏神 反倒是积极的神明 其实圣经在告诉我们 都是比较正面 渴望成为积极正面的 因为与一切活人相连 那人还有指望 因为活着的狗 比死的狮子更强 这句话我们当然读起来 很直白 对吧 可是事实上 在西伯来人里面 你都会知道 它这个对比是非常强烈的 为什么 狗在中东的文化 在西伯来人的文化里面 通常指的是比较受 什么 蔑视的动物 有没有 就是连耶稣也说 不好拿主人的饼给狗吃 有没有 所以通常来讲 那个就是比较 但其实我们这边 华人不也是 骂人家狗 有没有 都是一种不尊重的意思 所以它其实用狗跟狮子 狮子是百兽之王 所以你会对比 这两个是极大的落差 它用好像一个很大的落差来表示 可是它告诉我们的是 活着的狗都比狮子 怎么样 比死的狮子怎么样 还强 意思就是 生命可不可贵 非常可贵 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 每一天活着的 都非常的可贵 所以不要做这种 伤害自己生命的一些事情 残害自己生命的事情 活着的人 比死的人更有指望 因为它告诉我们 刚才经文也读的 已经没有势力 做工再得到回报的 已经没有努力 对不起 做工再得到回报的机会 当然 这个做工的果效会一生怎么样 就跟随它的 事实上 启示录也告诉我们 它做工的果效随着它 可是那做工的果效 是什么时候做的 就活着的时候 各位 因为它刚才告诉我们 因为在阴间 因为你死之后 就没有这些东西了 对吧 当然在永恒里面 你还有侍奉 服侍 可是那一个东西 是在永恒的里面 但地上 我们所能做的这些东西 是我们能够 在带到永恒里面 有回报的 所以也无法分享 地上的喜怒哀乐 刚才讲的 地上一切的事情 它就不再有份了 虽然在永恒里面 它是在福乐的里面 可是它没办法 在地上继续分享 喜怒哀乐 事实上 在天上好像 也没有哀跟哭了 对不对 在地上有喜怒哀乐 所以有时候哀跟哭 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对吧 因为天上没有了 真的 所以也不需要觉得 说哀跟哭 好像是一种不好的 虽然它往往带给我们 比较负面的 但是实际上 它却是在我们生命 当中 地上一个非常宝贵的礼物 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 你在哀哭的里面 还能够献上的赞美 那是最珍贵的赞美 对吧 为什么 你在哀哭 在哀伤愁苦里面 流泪的里面 还能够献上赞美 这是怎么样 天上不会有的 了解这意思吗 因为天上 你只有喜乐的赞美 欢清的赞美 你在地上 你才能够 上帝才能收你 那个眼泪 那个就是 你在极愁苦里面 你还愿意赞美 上帝的那个眼泪 那个太宝贵了 你了解这意思吗 上帝都把你 瓶装起来 所以这是上帝 给我们的 所以活着的人 能够为死亡 也能够做好计划 跟准备 并且还有年日 可以侍奉 认识上帝 你活着的时候 这也是我在六月 第一周里面讲的 今生有幸 能够认识主 对吧 重生有幸 跟随主 这是我们 这一生活着里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关乎永恒 所以后面就告诉我们 圣经小于就是 要把握今生的一切 更是连于永生的 一个机会 上帝所赐给人的 仅有一次的生命 非常的宝贵 事实上在 路加福音里面 这是拉撒路 跟财主的故事 对不对 他们都在那边等候 所以我说过了 没有什么轮回 你这一生就这么一次 你也没有什么上辈子 所以你也不用说 你这一生这么辛苦 是上辈子欠的 没有这回事 了解这意思吗 不要被谎言所欺哄 也不要为一个谎言而活 你要珍惜今生的机会 这是传导者在告诉我们的 我们有一个终局 可是那个终局在上帝手中 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什么 把握日光之下一生的年日 因为我们谁要先 谁要后 我们真不知道 对吧 所以各位 它转化就变成什么 你只管去 欢欢喜喜 吃你的饭 心中快乐喝你的酒 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 你的衣服要当时常洁白 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 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 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 虚空的年日 当同你所爱的七快活度日 因为那是你生前 在日光之下 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 蛮好的对吧 各位这个提醒好不好 非常好各位 这里面第二个是恩典享福 也在上帝手中 这不是我们好像自己 要努力得来的 你们发现这里面告诉我们的 人生最后的终局是死亡 可是要如何把握跟珍惜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传道者劝勉人要 享受欢喜吃饭 与妻子享受人生 好 我停在这里一下 各位 简单吗 都没有人讲话了 看起来很简单嘛 对不对 就搞定这两件事情就好了 走到简单吗 应该是简单嘛 听起来很简单嘛 可是又简单吗各位 你真的常常享受欢喜吃饭吗 还是你闲东闲西的呢 当然吃到好东西 心情快乐了 吃到不好东西 心情会有点不高兴 那是合理的啦 可是到底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享受欢喜饮食呢 我们的心态到底是什么呢 各位后面那个 与妻子享受人生 有吗 各位 还是那个是你的对头 你看到他就饭都吃不下这样子 这是值得我们思想的 各位 真的 传道者告诉我们 各位 我们真的欢喜享受吃饭 各位 所以你吃饭吃得高高兴兴 人家看到你吃饭 就觉得饭好好吃 这样好不好 就应该这样子嘛 对不对 你吃个饭还要巴结你吃 吃一口 吃两口 你会很痛苦的 就觉得好像吃东西 要你的命一样 太难了 可不可以快乐一点 感恩的享受 当然你吃不下就算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心态里面 各方面来讲 求神帮助我们 其实我要说 讲这两件事情要做到 你还真的得认识 上帝的恩典跟赐福 各位你有想过 你能够吃东西吞咽 这是上帝给你的恩典吗 你嘴巴有感受 有吗 有味觉 有时候师母说 他鼻子实在没什么味觉 他吃东西是不太有味觉的 你那种感觉就很难过 你懂我意思吗 当你吃东西 你还觉得分得出好吃不好吃 那是一种恩典 你了解这意思吗 当你还能够感觉 吃下去好舒服 好好吃 有一种幸福感 那是一种恩典 对吧 重点是 你吃下去还能够排泄 好不好 太好了 你懂吗 当你不能排 你就不能吃 你懂意思吗 不能排 你得住院 你不能吃 还不一定要住院 对吧 因为你可以进食 你可以两三天 四三四五天 可以不吃东西 可是你一天两天不排 你就得住院了 各位你有想过 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吗 那与妻子快活度日 享受人生 你有想过 那也是恩典吗 还是你觉得 一点都不快乐 都觉得想要早点解脱 早点 不要再受捆绑 不是这样的 死才能够分开 婚姻当中的盟约 这是我们说过 各位 所以传道者 当然也不是提出 享乐主义 吃喝快乐 跟妻子快活度日 他也不是说 享受那种快活主义 他其实也享乐主义 他也不是这样物质主义 都不是 他其实在告诉我们的是 另外一种角度是 告诉我们去把握 享受从上帝所得的份 那个是上帝给我们的那一份 所以你只管去 是要充分把握人生 你也不要懒惰地去幻想 或想要 上帝给你那一份 也许你就是吃一碗 卤肉饭跟干面 也值得高兴欢喜 对吧 虽然也许别人吃的是牛排 吃的是燕窝 但是那是上帝给他们的那个份 如果他吃得不快乐 你吃得很快乐 那谁比较好 当然吃得快乐 那个你吃乳肉饭跟干面 的快乐满足 比你吃牛排和燕窝 然后你抱怨不高兴 吃这个比较好嘛 对不对 是啊 所以他告诉我们 你不要去抱怨这些东西 不要抱怨生活当中的不平等 或者是这些虚空这些 你也不要太懒惰 你要去 去是一个动作 是你要刻意地去 体会到这件事情 意识到这件事情 你要去嘛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看起来简单 其实又没那么简单 他是必须不断地提醒我们 所以你会发现上帝也通过 在立位记里面都读过 都带你们读过 上帝用吃来引导我们思想天上的诗 对吧 洁净跟不洁净来思想天上的事情 这是上帝的心意 在这个过程里面 所以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 作为原因是工作的意思了 就是你的侍奉 你的服侍的意思 要忠心地做工作 得蒙上帝的悦纳 所以其实你看到 当你能够这样做这些事情 是因为上帝悦纳你 了解这意思吗 你能够吃喝跟妻子快活的度日 是因为上帝悦纳我们 手中的工作 上帝给我们手中的工作 是有恩典的 去经历到它 所以 创世纪告诉我们 亚当是要流汉满面 才得虎口 对不对 所以当你得神的悦纳的时候 你不单单能够虎口 你也可以跟妻子快活度 其实又回到上帝 最初的心意里面来了 但是你不要 只得虎口 可是你又不快乐 又不跟妻子好好快活度日 了解这意思吗 那你不是很苦吗 你已经流汗满面 才得虎口 然后你又不好好吃 喝快乐 你又不好好跟妻子度日 那你到底在干嘛呢 你懂我意思吗 你的生命 真的在虚空里面 好 你错看了上帝给我们今生 这么宝贵的时间 没有去留意到上帝 给我们的恩典跟祝福 所以你每次能够来到 能够跟别人一起用餐 能够跟家人相聚 能够跟教会的弟兄姐妹 一起共聚一堂 不管它好不好吃 其实这就是恩典了 有些时候还是会摩擦 不是跟妻子快活度 就好像没有摩擦 没有 他一直告诉我们 在那些日子的当中 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生命 给我们的日子 让我们可以在当中 一起来经历 所以各位后面也告诉我们 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 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 这当然是在当时候的 中东文化里面的一种概念 一种说法 洁白其实是说的是 圣洁的行为 头上膏油当然也指的是 一种蒙恩 但因为神所喜悦的这些膏油 是从头上和睦相同居的里面 这些都是蒙上帝的恩膏的 在这个里面是上帝的恩典 恩宠让我们可以去享受这些 所以各位 当同你的妻快活度日 因为那是生前 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 劳碌 你看到没有 又说劳碌的事 就是工作满面 台德虎口的劳碌里面 所得的份 这原文里面其实是女人 这女人其实是单数 其实我们翻成妻子是对的 因为这女人在当时候 其实就是翻成妻子 唯一的女人的意思 单数的 各位 所以是跟你的妻子 怎么样 所爱的妻快活度日 不是跟小三 好吗 也不是 不是跟其他的女人 懂意思吗 这件事情 这世代的人好像不这么认同 他觉得快活度日 就是要三妻四妻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要胡搞瞎搞这样子 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 他从不珍惜上帝给他的那一位妻子 或者给你的先生 一样的 当然这里面是从男性的角度在说明 可是对女性一样的 当同你所爱的这一位 所爱的这一位 一起快活度日 我要说的快活度日 不是说没有争吵的快活度日 而是即便在争吵的里面 或者在这些的生活 柴米油盐酱柱茶里面 你要学习去看见上帝的恩典跟祝福 然后在那里 学习喜乐地去生活 这件事情容易吗 容易吗 各位 也没那么容易了 对吧 对吧 也没那么容易了 这也是为什么 台湾的离婚率是亚洲第一名 对吧 而且现在的离婚率 不是七年之一样 对吧 现在平均大概三年还是四年 四年 对 四年 对啊 四年而已 很短了 甚至有结了两年就走了 生的孩子就算辛苦了 我常常要说的是 很多的时候我们人 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不明白 各位 恩典享福也是上帝给的 所以要把握 享受从上帝所得的份 连这一件事情 人要享受从上帝得的份 都不是那么容易 这也是为什么亚当会 亚当夏娃走错了 对吧 他其实可以享受 上帝给他的这一切 可是人就想要自己掌管一切 人就想要自己 像如同神一样 结果就被逐出去 上帝最好的设计里面 这是在创世纪里面 就跟我们讲的 可是上帝想尽办法 把我们带回来 他起初的设计 就是这样子 所以人能够享用这些东西 是带回到上帝里面 最初的心意 不管是生养 不管是享用 上帝所预备的这一切 其实都是上帝 一开始给我们的 好 所以传道者正是 这一个恩典享福 劝勉人都当如此 你看 创世纪 238节 已经谈过了 婚姻也包括 爱情的给予 你所爱的 有没有 刚才也谈到 你所爱的 在世上的职责中 那劳碌的世上 终生 终你一生的年日 所以你看到这几个面向 你爱情的给予 你的职责 包含你的工作 你还要经营 幸福快乐度日 这几件事情是 上帝 传道说 你要去做这件事情 这样了解这意思吗 他并没有告诉我 虚空就虚空 所以你大家都躺平就好 没有这回事 大家都要努力 这些事情 了解这意思吗 所以爱情 你要给 然后呢 你在职责上面 你要工作 你的工作要得神的喜悦 你必须忠心 在小事上忠心 然后你要经营 幸福喜乐的生活 所以你要努力 所以快活度日 不是说叫你没有争吵 没有 你要去经营这个东西 要去转变想法 难免会有一些不同 这是上帝很美的 但是你去看见 就是上帝的恩典 上帝让我跟他不一样 所以我们能够一起同行 我们能够一起生活 这是很奇妙的事情 若没有神的爱 真的不容易 可是因为神的爱 我们就可以一起走 各位 所以婚姻 真的是上帝所设立 是上帝所赐 生命短暂 他在里面告诉你 虚空的年日 有没有 人应当把握 享福从上帝得的份 也就是在你的婚姻里面也好 你应该在当中吃喝 跟妻子生活 在当中经营这一切东西 这个好不好 好对不对 简单吗 好像也不简单 传道者没有跟你讲 你要做君王 要做大事业 他很务实地跟你讲 你看到了这么多问题 看到这些东西 再来来去去 循环来循环去 不管你看得再多 看怎么样 他就是跟你讲 如果你要珍惜上帝的 你要能够明白上帝的恩典 这些东西都在上帝手中 可是你要享受上帝所给我们的那一份 是积极的 是正面的 是感恩的 是珍惜我这一生的年日 是珍惜上帝为我预备的那一半 了解这意思吗 珍惜我还能够吃喝 我还能够在日光之下工作 这一些都是美好的 所以你就不要抱怨说 我的工作太怎么样 或者是要抱怨我的家庭怎么样 我的太太怎么样 我的儿女怎么样 当然可以抱怨一下 讲一下 可是你还是要努力转变一下 这些是上帝给我的恩典 这是上帝给我的祝福 这是上帝给我的美好 真的啊 上帝不给你这些 你哪一个有啊 你懂我的意思吗 没有啊 所有生命当中的一切 都是上帝给的不是吗 气息你 这个生命气息都是上帝给的 你能够代谢吃喝 上帝给的 你还能够生养 你有太太 这也不都是恩典吗 都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 美好的计划预备 所有一切都有上帝美好旨意 只是我们能不能 将来珍惜这一切 所以后面继续告诉我们 凡你守所当做的 当尽力去做 因为在你所要去的 阴间 当时候在旧约里面 当然讲的是阴间 没有工作 没有蒙算 没有知识 也没有智慧 这是在当时候的文化里面 他们认为人死了之后 好像去到一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好像就是等候 然后在那里 但是你看 耶稣给我们的圣 拉萨路是在 亚伯拉罕的怀中 似乎有乐园 对吧 定强盗的那个 也是在乐园 所以显然还是有一些的 去的地方 但这里面告诉我们的是 我们从这里面来思想的是 去做你手中所当做的事 指的按个人能力跟环境 享受生命 并负起人生的责任 我们要学习去认识这些过程 生命应当积极而充满活力 所以要尽力 然后去经营 这边里面谋算指的是策略 还有一些主义 然后有知识 有见识 然后巧妙 有智慧 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你会发现 但是在阴间就没有了这些 所以在地上上帝给了这些 让我们可以去努力 可以去使用 可以去生活 这是上帝给的 不然上帝让你出生 就直接把你收走了 可是上帝让我们在地上 所以各位 不要等死 能工作是有福的 能运用能力 知识跟智慧是美好的 了解这意思吗 当然我们都会有一刻时刻 可能身体不行 各方面渐渐的衰残 慢慢的走向了人生的终局 会有一个时刻 也许会有那一段时间 但是当我们 在我们身体还能的时候 我们还能够运行的时候 行动的时刻 其实我们应当去运用这些东西 去建立跟人的关系 去服侍人 去亲近神所愿意我们 亲近的事物 在各样的事情上面 去经历神 其实你会发现 这是上帝在告诉我们的 所以要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往下第九章十一节 他又转念 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 力战的未必能胜 智慧的未必得粮食 明哲的未必得资财 灵巧的未必得喜悦 所临到众人是在乎 当时候的什么 机会 你这样听完 你要拼什么 要拼 这会赢吗 感觉很负面 有没有 所以有时读诗歌智慧 所以读起来就觉得 很辛苦的那种感觉 如果我们不搞清楚 上帝在跟我们谈什么 我们正会觉得 那我这一生真的不想要干嘛 我来这边虚晃一招吗 没有没有 上帝从来不是用这个角度 在告诉我们 上帝看每一个人都宝贵 都是什么独特的嘛 对不对 所以从来不是讲 这些东西的 他也告诉我们 原来人不知道自己的定期 鱼被恶网圈住鸟 被网罗抓住 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 世人现在其中也是如此 我们谈谈 传道者在跟我们谈什么事情 他谈的是 机会定期也在上帝的手中 其实还是要把握 上帝所示的时间 所以刚才是享受的份 还有珍惜你的一生年日 从大到小 你看到他一个段落 一个段落在跟你谈 从传道者的眼光点出 人并非时常能够 你因为好像 也不是常常因为你能够 你常常 你叫什么 并非常常能够得到努力 与期望的结果 就是你努力了很多 可是期望跟你怎么样 会有落差 对不对 他就跟你讲 可能常常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 可能会常常 他说年人看来必然成功的五种人 也可能失败 什么意思 他这里面列的五种 快跑的未必能赢 力战的未必能胜 智慧的未必得粮食 明哲的未必得之才 领奖 你看这五款 我们都觉得快跑的当然赢 力战的应该很够胜 智慧的应该也是很好 能够得多得 明哲的也得到赏识 可是好像也没有 这里都告诉我们 其实他列出了这些东西 事实上似乎也在告诉我们 地上有这些看起来不平等的地方 可是先不要认为 这些好像就是限制了 我们生命当中的种种 没有 关键是我们能不能看到 上帝的心意 所以你会发现在乎的是 当时的机会 其实可以预作定期跟际遇 上帝是有一些定期跟时间点的 那些时间点你要能够意识到 注意到 这是上帝给我的时刻 这是上帝预备好的时间 我需要在这个时刻做一个决定 我要不要这样子来回应神 我要不要在这个时刻 进到这个职场 进到这个婚姻 进到这个关系 进到这个地方 这是上帝给我的机会 这个时间 很重要 各位 后面也提到 定期是指后面灾祸来的时候 就像鱼逃不出往 鸟湖外面抓住 人的智慧 不一定能够预测 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他告诉我们 我们就是真是得要 把握上帝所赐的时间 在那个时间点里面 你要能够回应上帝 做这件事情 各位 在上帝的设理之下 不在乎那定义的 也不在乎那奔跑的 你看罗马书也谈到 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 所以其实我们都会觉得 我自己有一些想法定义 当然也很好 但是有些时候 事与愿违 上帝的旨意高过我们 他的道路高过我们 有些时候 上帝引导我们 走到那个方向 有些时候上帝 他调转我们 所以确实会经历这些过程 但是我们就必须相信 我们的一生在上帝的手中 而这些机会 这些机遇 都是上帝给的 其实在一段时间里面 我对这一段 特别都会有一种感受 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上帝给的时间 就是切得恰恰好 切得恰恰好 我从手断掉开始做手术 我就发现 真的恰恰好 就是上帝预备那些空间 刚好我可以手术 刚好我可以参加 什么总会和教区大会 接下来 上课的时间 又刚好能够配合上 永泉母亲的过世 孝希爷的过世 乃至淑贞姐的过世 那个时间点你会发现 配合得恰恰好 我能够知道会发生这些事情吗 没有一件事情我能够预测的 没有这几件事情 我通通没有办法说 我在2024年 我就得到启示 说这半年会发 所以我时间就这样安排 你懂我意思吗 我只是把知道这些事情 先booking了 然后忽然发现 这些事情又开始插进来 上帝插的时间都刚刚好 但是你就必须在那个时间点 做好这些事情 去面对这些事情 就是我觉得特别 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一个体会就是真的 在这些事情 好像告一段落之后 我又开始 好像回到固定的事项 就是开始又回到教书 干嘛 又开始在预备新的东西 可是事情就是这样子 在我们生命里面 把握上帝所赐的时间 你可以规划没问题 你可以有一些事情的安排 没问题 可是上帝有时候会插件进来 可是你也开始意识到说 其实这些的插件 那个上帝所预备的定期 机会各方面的 你要在那个时间点 去面对这些事情 而且去侍奉 去服侍 带着上帝的眼光 去看待这些事情 而不要去抱怨这些事情 早期我会了 你懂我意思吗 一直被插件打断 一直被插件打断 后来我发现 其实不需要这样想 每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晓得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所以下一秒电话进来 要我做什么 要我干嘛 就接 就做 只是就把时间再调整一下 去感受 去体会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各位 所以今天还活着 当然生命就有机会 其实千万不要等着明天 因为人不知道几时 机会会来临 或者那个时间点就停了 祸患可能忽从天 它从祸患的角度 告诉我们的 所以把握时间 常常预备好 以免怎么样 哀哭切齿 大家体会到这个意思吧 有没有 圣经也告诉我们 要常常做好准备 对吧 免得哀哭切 哀哭切齿就是时间一过 你想要再回来抓 就怎么样 你可能没有机会了 认识主的时间 或者你回应主的时间 你侍奉主的时间 也许就是这样子 当你过了之后 可能就不再有那样的机会了 或者你要再等候一段时间 上帝总是怜悯的 但是趁着我们还能够 在当中有气力侍奉 有各方面的恩典的时候 抓住那些时间点 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们容许失败 容许犯错 容许各式各样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 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但是当你愿意摆的时候 上帝是看你有的 再嫁给你 对吧 不是看你没有的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机会和定期 在上帝的手中 可是我们要懂得 意识到 并且辨识这些过程 做好准备 所以机会和定期 在上帝的手中 为的是要让人 谦卑依靠他 不会依靠自己的才干 也不夸耀自己的成功 所以没有一件事情 我们自己能预测什么的 当你越能够明白 这些都是上帝 在我们生命当中 量给我们的时间 量给每一个人 不同的计划 所以还是那首诗歌 上帝给我们的是 按着他的计划 所制定的 你的人生路 这些人生路 不是偶然的 是有上帝的心意 是看你怎么去回应他 我们每一次 在地上的回应 都影响着 我们自己的生命 影响着我们自己 跟神的关系 影响我们自己 跟其他人的关系 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 因为上帝给我们 自由意志 他也不勉强我们 但是他让我们 能够去思想到 很多有关于上帝 自己的心意 如果我们能够 明白这些东西 也许我们就比较 不会这么样的 私交了 我们就能够 比较能够聚焦 在神的面前 我们会容易 有这些东西 但是求神 让我们可以带回 带回祂的面前 好 所以上帝所求于我们 当然是忠心 所以在这里面 还是告诉我们每一天 你就忠心地在你 上帝所给你的 这些事情上面 怎么样 摆上 对吧 就是这样摆上 各位 你也不要认为 养儿育女 好像没什么 重不重要啊 忠心地在那边煮三餐 重不重要啊 非常重要啊 你乖乖地按着三餐吃饭 好不好 对你有没有义 有啊 这也很好啊 你又不好好吃饭 又报饮 报食 又什么 这都不是忠心嘛 我要说的是 你会发现 圣经给我们的原则 其实是美好的 但是我们人 愿不愿按着神的心意 去遵行这些东西而已 我们可以任凭己意 去做这些事情 但是我们也得承担 某部分的后果 可是我们更重要的是 能够意识到 我能够做这些事情 其实都还是在上帝的恩典的里面 懂得回到神的面前 好 所以最后 很有意思的 他忽然间转换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谈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见日光之下 有一样智慧 据我看乃是广大 就是有一小城 其中人数稀少 有大君王来攻击 修足营垒 要将城围困 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 贫穷的意思就是 没什么地位啊 OK 用了他的智慧 救难却没有纪念 那穷 为什么谈了这件事情 各位 然后后面告诉我们 我就说 智慧胜过勇力 然后那贫穷人的智慧 被人藐视 他的话也无人听从 为什么忽然间传道者 讲了这件事情 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讲了那么多 大道理 阿湾讲这件事情 你有没有觉得很突兀 你们有什么揣摩 说这么多 还说一件事 我们要去管 他在提醒我们 各位 忽然插了一段故事情节 我觉得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当你忽然间读读读 忽然间读了一段 忽然间觉得插进来一段 好 前不着春后不着 你又搞不懂 其实就值得我们想想看的 就值得我们更多地默想一下 其实有些时候 就是去思考一下 我自己的体会 和一些的感受 各位 这件事中最大的讽刺的是 那战胜大君王 贫穷的智慧人 竟然不被人纪念 而他的大智慧和奴隶 虽然受人轻看 但对别人和世界 还有极大 就是至少对那个城 有没有极大的影响跟益处 有嘛 对不对 那他其实在告诉我们 什么事情 他其实在告诉我们 来自上帝智慧 胜过勇士 理所当然应该受到重视 智慧我知道 在圣经里面的智慧表达的 都是从神来的那一个 敬畏神的意思 他说这个应该要受到重视 但问题就在下面这个 他讲的这句话 竟然受到忘记 竟然忘记了 对吧 人竟然怎么样 不纪念 各位 这就是说我们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写照 急难的时候 求上帝帮助 事情过后就忘了上帝的话 甚至忘记他了 有没有这样子 大君王来攻击我们 好痛苦啊 上帝 我们寻求上帝的帮助 寻求上帝的智慧 合进过了之后就怎么样 就藐视他的智慧 有没有 就不再纪念他了 有没有 这是我们的光景啊 是不是啊 是吗 对吧 其实传道者用的 好像一件 好像历史上面的描述 他其实在表达 我们 其实世人的光景 也是这样子了 当下都觉得很受用 也觉得很棒 可是试过之后就怎么样 就忘了 可是你若是那个智慧人 你也不要难过 但是事实上 其实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你都觉得上帝的话 很有智慧 你都觉得上帝的话很对 危难的时候 你会想要找上帝来帮助 可是很多的时候 过了之后 你就离开上帝了 了解这意思吗 你就走你自己的路了 传道者很诚实地告诉我们 就是这样子而已 好像世人就是这样子 在这个过根当中 不明白神的心理 最后两节 宁可在安静之中 听智慧的理音 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 掌管愚昧人的喊声 就是跟你讲 你今天出门要往东坡 你会去刷到 这种叫做掌管愚昧人 或者你是什么 什么血型 什么星座 这叫掌管愚昧人的喊声 到处都看得到 讲得很大声 或者告诉你要怎么样 怎么样做 才会得到成功 可能这都是要掌管愚昧 可是智慧人 是要在安静中 听智慧人的言语 我们等一下来谈谈这件事情 然后最后一节 是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 但一个罪人 能败坏许多善 他结束在这一局 好像又没有完结 可是又停在这个点 至少是我们的分段点 他在第九章 把它切在这地方 我就停在这地方 我试着在跟弟兄姐妹分享 智慧的言语 从上帝来来 可是人需要怎么样 安静聆听 其实今天约束 要他们在那边唱歌 也是聆听 你要做智慧人 第一个部分 可能得先聆听 安静听 但是那个喊声 就是你要讲你的 所以我要喊大声一点 我要喊迎你 对吧 所以你会发现 愚昧的人讲话 都蛮大声的 用话 又喜欢讲那种 不好听的话 对吧 你讲那种不好听的话 会讲小声吗 不会嘛 都是讲满大声的 对不对 是啊 你要讲一些比较 劝戒安慰人的话 通常是比较小声的 在讲 对不对 对呀 但是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真的是要求 安静聆听 就玛利亚 坐在耶稣脚里 听对吧 要不然你就出现 玛大的声音 对吧 玛大的声音 就比较大声 对吧 骂耶稣说 耶稣你竟然 不叫我的妹子 来帮助我 对吧 这是我们的声音 可是 玛利亚是安静听的那一个 那个就上好的福分 圣经告诉我们 要用这个角度来 聆听 领受智慧 所以有些时候 求神帮助我们 现在年轻人耳朵 不知道要听什么 我不晓得 通通戴着耳机有没有 我的女儿们 这样子 整天可以戴着耳机 在那边看看 听了一大堆东西 我都说 她一直笑 我都不晓得 他们在干嘛 这样 可是 我 请他们 播个圣经 就听不了五分钟 你懂意思吗 现在圣经可以播放 对吧 你们听的 你可以用听吗 可以听吗 可以吗 可是你们爱听吗 好像很少 可是歌曲 流行歌可以 不断地循环 听三十分钟 一首歌继续听 听三十分钟 可是经文 要你听三十分钟 好痛 各位求神帮助 安静下来听 有时候还真的 得安静听 要不然你真的 也有听 没有进去 最后 查奇告诉我们 这些东西 都需要安静聆听 明白上帝的心 也不要忘记 不要事情过后 就忘记了 这些都是上帝的心意 万事在上帝的手中 所以应当要敬畏上帝 最后那一节经文 停在那一个地方 他要告诉我们的是 最后一句话 要小心一点 一点点的愚昧 就是一点点的罪 一个小小的罪恶 就会败坏人生 许多的经营 对吧 败坏许多善事 他再提醒我们 也许你经营了很多 等候了很多 你也明白了这么多 可是这个罪一进来 就会败坏了原先 你所期待的事情 这是传道者 在第九章里面 细细密密地在告诉我们 提醒我们 让我们能够明白 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上帝极美的心意 上帝在掌权 但是上帝也给我们 更多的恩典 让我们明白 体会他 享受在他的理念 体会他的心意 但是不要容罪 在我们这些地方 带来败坏 不管在婚姻的里面 在各样的饮食 生活工作上面 不要容罪 进到那个里面 我们要做的就是 清洁 正直的行为 一上解白 你有洁净的行为 与人和睦相处 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享受上帝 给我们的那一份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神的话充满许多的智慧 也是让我们慢慢地去汲取 慢慢地去学习 跟吸收去思想 其实我们真的感恩 我们能够生命气息 我们能够与所爱的亲人 家人相聚 我们能够一同吃喝 我们可以一起在当中 喜乐幸福的度日 其实每一个 都处于上帝的恩典 抱怨没有办法改变现况 其实相反的 从另外一个面向 我们可以更多地揣摩上帝 让我们经历的这些过程 是让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更多色彩 有更多美好的体会 在当中认识上帝 良善的心意 好 让我们的生命 越发地成熟 越发地有神 有基督 心香在我们的里面 这些事情是帮助我们的 听着我们向神 献上感恩 好不好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祷告 为着上帝给我们 现在你所体会到的一切 献上我们的感恩 献上赞美 知道这是上帝 良给我们的 一生的年日 在神的面前 我们一起同生来感恩和祷告 主 我们在你面前 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 献上我们的祷告 谢谢主 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能够明白 上帝你对我们这一生当中 主 我们并不是偶然的 主 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生命当中 有你自己的心意 主 帮助我们相信 我们一生的终局在你的手中 你要让我们学习 把握今天 日光之下一生的年日 主也把握享受从上帝而得的份 那一份是关系里面的美好 那一份里面是吃喝里面的美好 那一份是我们跟人同行的美好 主 我们在当中向你献上感恩 也谢谢你让我们生命当中 有机会 有定期 主 主 你给我们那些机会 让我们来学习生命的功课 让我们来侍奉 让我们来经历神里的供应 让我们来经历上帝你自己的良善 让我们学习更多的谦卑依靠你 主 我们为着你在我们生命当中 许多多极美极善的心意 我们深深的感恩 主 谢谢你 帮助我们更深的明白你 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 你的旨意 主 也帮助我们更多的明白 让我们留意一点的愚昧 一点的罪恶 也会败坏许多上帝你的心意 主 我们在你面前献上仰望 献上祷告 第二个我们也来祷告 为着我们有这样子的恩典 我们能够认识神 我们能够跟随神 我们能够在永生有份 我们感恩 但同时我们也祷告 上帝把我们放在这赤上 还有很多的连结 很多的影响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也祷告上帝使用我们这个器皿 我们仍然有动作生命存留 我们就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工作 我们在地上才能够服侍 才能够有这些果效 为着神给我们这样的时间 我们来祷告 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使用 让上帝透过我们生命 来带给更多人影响和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同声来祷告 主 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祷告 主 我们知道你让我们仍然存留在地上 而还有你自己未完成的心意 不单单是在我们这个人生命当中 你也还要透过我们生命 要有更多的影响在我们生命周遭的人 主 我不管是在我们的职场 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所连结的许多的人事物的当中 主 你在我们生命里面都有那一份 上帝你要透过我们 让人来认识耶稣 认识救恩 主 我们在你面前祷告 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有那一个心香 主 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灵手中的工作 主 也感恩让我们仍然有气息在地上 我们知道活着总比死的好 是因为你让我们仍然有机会工作 仍然有机会得赏事 主 这是你给我们的时间 主 让我们更多的珍惜这样的时间 主 我们知道当我们在主里 洗了劳苦的时候 你应许做工的果效是随着我们的 但是那个是在我们地上仍然有气息的时候 我们珍惜你给我们的生命 主 谢谢你 我们再一次的感恩 让我们能够在当中来侍奉来跟随 也让我们珍惜每一天 我们能够与我们周遭的人相处的机会 在各样的环境的里面 让我们更深地意识到上帝你的掌权 让我们更深地意识到上帝你要如何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使用我们来成为上帝你自己的见证和祝福 主 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仰望 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恩惠 天父上帝慈爱 圣灵感动与交通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